一处荒凉的郊外 一只金毛叼回来一根骨头 男人以为这只是动物骨头而已 这时却传来了秃鹰的提声 一转眼天已经黑了 警方到达荒地 格雷森确认骨头就是人的颈骨 皮肉已经被鹰兽啃食干净 第二天一早 格雷森带人展开地毯时搜索 途中他捡起了一丝头骨的碎片 最终格雷森得出结论 这只是一块石头 随后他们没找到一块 就用棋子标记 一转眼荒地上到处插着棋子 可怜的死者散落的满地都是 此时天地逐渐变黑 人体一共有206块骨头 但格雷森他们只找到100多块 几人联手将散落的骨头拼凑起来 格雷森根据盆骨确定 死者是身高1米8左右的成年男性 他的软肋骨已经出现钙化 说明死者大概在60到70岁之间 其中有一些骨头上有割痕 凯瑟琳猜测死者是被分尸的 难道说这是一起谋杀案吗 但格雷森却不以为然 也许这些痕迹是死后留下的 比如被拖拉机碾压过 凯瑟琳请来了法医专家朱莉 朱莉分析了骨头上的割痕 他推测分尸工具是一把电锯 而且骨头上还有反复切割的痕迹 看来分尸的人拿电锯时并不是很稳 此时凯瑟琳传来新消息 他和尼克通过死者夏合谷 做了牙科比对 找到了死者30年前的诊疗记录 查到死者的身份 他现在已经70岁了 很快格雷森他们来到死者生前的住址 开门的正是死者妻子 对于警方的到来 妻子有些慌张 凯瑟琳询问了他丈夫的事情 可老太太的回答却令人诧异 他是死者的妻子 怎么会不知道丈夫已经离去 警方将老太太带回了警局 格雷森几人则在老太家寻找线索 墙上满是夫妻俩的照片 50年的相濡以沫 怎会吓得去手呢 凯瑟琳检查了楼下的浴缸 下水道里全是污垢 他用棉签擦拭了里面的污垢 接着在棉签上滴上分钛 棉签瞬间变成红色 这浴缸中的污垢居然是血迹 死者很有可能是在浴缸中被分尸的 另外在车库里发现了一把电锯 经过专家朱利检验后 基本能确定 这就是分尸的电锯 而且人骨上的痕迹凌乱 说明分尸者对电锯不熟练 或者力气不够 老太太刚好符合这个特征 死者已经离世7个月了 而老太太并没有报警 也就是说 她很清楚丈夫去哪里了 种种迹象来看 老太太就是凶手了 可是两人似乎感情很好 那她为什么会杀人呢 这边朱利分离出了骨骼中的软组织 虽然已经干涸 但没有任何血迹 也就是说 死者被分尸前已经死亡了 老太太说 她看到时 丈夫已经猝死了 因为没钱举办葬礼 就将她分尸处理了 没有公布丈夫死亡的消息 是为了能够领取丈夫的社保金 格雷森认为 老太太还是非常有嫌疑 也许这份社保金 正是老太太的杀机 于是格雷森再次检查了 骨头上的肉组织 经过检测发现 里面含有大量的地高心 这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药物 原来真正死因是服药过量 老太太最终也承认 丈夫是自杀的 她患有心脏病 承受不了疾病带来的痛苦 最后选择了自杀 临死前还让老太太 将她的尸体藏起来 为的就是让妻子多领一份社保金 希望妻子能够吃好喝好 愿意证明我们不能够证明 如果 Mel took the digoxin overdose or she forced it on 那么, that leaves us with one choice equivocal evidence build and rule ah well, when faced with evidence that can equally exonerate or implicate a suspect we must, as objective interpreters of that evidence side with the defendant tie goes to the brother rose goes free we'll never prove who administered the fatal dose I don't think she did it 最终老太太被判无罪 与此同时 沙拉和大黑接到了一桩凶杀案 在一家汽车旅馆内 发现了一具男尸 死者23岁 头部有击打痕迹 床边有破碎的台灯 房间是由信用卡支付的 两人根据消费记录 找到了租房间的人长发姐 她正和闺蜜在吃饭 据他们所说 过几天是金发妹的婚礼 三姐妹在旅馆举行了单身派对 还雇来了一个五男 当时三人玩得很开心 他们是凌晨三点离开的 那时候死者还活着 沙拉注意到长发姐手腕上有瘀伤 她顿时露出了惊慌的表情 说是不小心撞到的 说话还支支呜呜的 看来非常的有问题 法医发现死者头部有被击打的痕迹 这也是致死原因 另外还检测到死者曾与女人交流过 而且死亡时间是在午夜 也就是说 他们离开时死者已经领盒饭了 所以他们说谎了 警方再次传唤三人 金发妹非常的着急 因为今天就是她的婚礼 她害怕这件事传到未婚夫耳朵里 他们当中肯定有人与男人斗过地主 三人面面相去 似乎都不太想承认 不过他们也不想卷进杀人案中 短发妹先开口了 说自己有丈夫孩子 不会做这些事 所以矛头指向了长发姐 她承认三人在午夜前离开了旅馆 但她的包落在了房间 当她再回去拿的时候 结果碰上了死者 她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半推半就与她玩起了斗地主 不过她离开时死者还是活着的 金发妹和短发妹见长发姐承担了谎言 两人就急不可耐地想离开 长发姐则需要去医院做检查 大黑和沙拉再次回到现场 法医确定凶器并不是现场的台灯 但他们并没有发现符合的凶器 倒是找到了一颗钻石 不过是假的 这很有可能是要结婚的金发妹留下的 警方直接闯入了金发妹的婚礼 未婚夫顿时就懵了 根据医院的检查报告 长发姐说谎了 她并没有和死者斗过地主 真正与死者有过关系的是金发妹 原来当时金发妹一直在鼓动死者 最后一个没忍住 两人就挽起了斗地主 还让两姐妹在楼下等她 结果她未婚夫找来了 还狠狠地抓了长发姐的手 逼问出了金发妹的下落 等未婚夫赶到后 正好撞见了两人在鼓掌 未婚夫遗气之下 就抓住死者的头撞向床头 直到死者被撞死 也就是那时候掉下了一颗假钻石 原来她手上戴的是假钻剑 却给金发妹买了一颗大钻石 她太爱金发妹了 就算知道金发妹背叛了她 还是和她举行了婚礼 案件也就此了结了 只是可惜了未婚夫的一往情深 本该可以幸福生活的 却断送了自己后半生